新的一年才刚过没多久 北韩领导阶层就传出人事异动 北韩官媒中央通信社报导 军权仅次于领导人金正恩的官员 普振田已经遭到撤换 改由曾经当过国防部长的李永吉接替 普振田因为对北韩的短程飞弹技术发展有功 军阶从2015年开始迅速爬升 2020年进入劳动党中央政治局 并且晋升为元帅 这次被革职官方并没有透露具体原因 不过有分析指出金正恩开测普振田 可能是因为南韩在上个月派出无人机进入北韩领空 而北韩军方疑似未能察觉而没有做出回应 形成严重的安全漏洞 北韩替换高阶军官的同时 正值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际 才刚踏入2023年 北韩军队就动作频频 除了朝东部海域发射飞弹 金正恩还下令要研发新的洲际弹道导弹 并且大规模生产战术核武 以应对来自美国和南韩的威胁 对此南韩总统尹锡悦严正反抗 尹锡悦接受朝鲜日报的新年专访表示 有鉴于北韩的核飞弹能力已经大幅提升 南韩过去依靠美国的延伸性嚇阻 已经不足以保护人民 因此首尔和华府正在讨论 要共同举行核战力的军事演习 而美国对这个想法也相当积极 华语新闻黄玉军综合报导 美中对治下的东协 因地缘政治角力趁势崛起 中医链爆发大千洗潮 台场机会挑战有哪些 每周六晚间八点看见新东协 用一小时带你掌握东协商情 正经发展